安安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是天下無敵還是跌落谷底的標題 天下無敵還是跌落谷底 感覺又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的那種感覺 你說今天又是這種異理 有時候天下無敵跟跌落谷底 有時候是自己覺得天下無敵 別人瞬間看你跌落谷底 或別人覺得你天下無敵 但你自己覺得接下來要跌落谷底 有時候得一來一往 結果常看到 阿民成功人士為什麼要跳樓自殺 因為看到他跌落谷底 或許有的人覺得自己已經跨台了 還自己不願意放棄 那你說不願意放棄是好啊 是堅持啊 有時候有兩種 一種不願意放棄 在對的事情上面那是堅持 那如果再不對 再在那種執扭的方面來講 那是什麼 不願意認清事實 這有時候就是 有點 一瞬間 一般講轉念的一個部分 的確會有這種情況 那事實上 今天這個切入點來講 我覺得如果從成功經驗來講 如果失敗經驗來講 我覺得一樣是很鮮明 那當然今天可能是這個部分 今天主要要表達的是一些比較 我覺得是一種比較表象細膩 如果說太極端的 這種我相信 我們這節目也稍微有提過 就是心態轉念 那天下五體跌落鼓勵 有時候你可以說是 自信的一種呈現 或是說一種 一種 一種外在的一種環境 例如 常聽到很多人講說 那個人 就覺得那個人就很安靜 就安安靜的 可是為什麼 感覺他周圍的人有沒有 對他的遺憶很重 而且只知常 他們看到一個情況 這個就是一個自身員工 就靜靜在那邊 為什麼感覺就是 其他跟他同隊份的人 就會有點刻意去攻擊他 他還是屬於很低調 很那個 為什麼 奇怪 就是有點變成是 沒有辦法 就是人家會刻意去 去有點攻擊他 會繼續去尿他的毛病 可是他好像跟後輩就還好 就OK 事實上可能有人就會點出一句話說 他有可能 這個自身員工有可能 以前的個性不是這樣子 他可能以前的個性是 他可能是後來 不管是因為什麼因素 為了生存 還是為了他自己的調整 有點不清楚 他調整到現在 所以你覺得他還好 可是有以前以前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一種可能 是他以前這樣 得罪了很多當時的人 都跟他同輩的人 所以以至於說他同輩的人 現在跟他還是會有隔閡 他還是跟同輩人會有隔閡 哪怕是他現在調整過來了 他知道可以怎樣 可以跟那些同輩的人 小組可是他還不願意 為什麼 因為同輩的人事實上 可能當他落魄的時候 同輩的人可能有進行一波反擊 所以他才會有層次 否則你應該 一般人很難無怨無呼呼說 個性才可以大轉變 這樣三億改本性難以為這樣 一定會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讓他有所反思反擊 自己反思 反思要我確認改一改 之後他有可能就會 之前的人他就會再重新review一下 周圍的人 同事 你們都是這種小的 但是他停估之後 是跟你徹底翻臉馬步 翻臉對你們好處 在職場辦公室一樣 跟人家每個人翻臉是自己才能做事 但一般做到什麼 就是這樣 但是當哪一天如果你落魄了 你從天才掉下去了 人家正常會哪一個 會迅速趕快衝過去 拉你一把 不一定 趕快讓人家手動消遣到 把你身上僅有的一條線撿斷 啪 掉下去 這再來就是一種 在這個社會來講 我們常常講的 棒打落水狗 我們常常講說不可以這麼弱形下死 可是事實上 各位會發現 在這個社會來講 事實上弱形下死的 事實上大量人在 這才凸顯出人性 這種錦上天花 錶裡 那個什麼 錦上天花 錦上天花這種東西 事實上是搭場作業 那雪充沖 幾乎就是堪為劣勢 劣 很少的一件事情這樣 我們講烈不是不好的字 是像先烈的那種烈 壯闊 波瀾壯闊的事情 所以難以是說 很多來講就是說 是好還是壞的時候 這就是很難講 就是個性來講 所以你到底是 英雄士坦 還是現在還是什麼 接下來是一個狗膽 有時候真的就是負憤 當然你說 自己也需要自己內心的強大 因為有時候說實在話 太在乎別人的感受 你自己事實上也會被繞著鼻子走 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節奏 那事實上以前很多 但事實上各位事實上 就是像淘寶 阿里巴巴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哎呀天啊 這種東西 這種劣質品 阿里巴巴 淘寶 現在呢 跟阿里比起來 哇天啊 那這是零元夠 什麼零元夠 幾乎就是 零團夠零元夠 部分 它現在有一個特徵就是 如果你有問題 買家如果發現有問題 他不是退貨 是被管 所以你貨還在那邊 把人家拿走了 他意思就是說 這個只是要一個很鮮明的牆 他已經全面讓利給買家 就是賣家是全面吃虧的一個狀況 所以等於是說很明顯 他的利潤會來自於什麼 會來自於賣家 就等於是剝削他們的利潤 那事實上這個來講 就是在造成以後的一個很大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事實上 就是在整個的一個供應鏈來講 會越來越沒有一個利潤的部分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來講 目前在整個世界來講 供應體系 從製造、供應、設計、工廠、設計 包括蘋果或富士康 它不外乎就是供需的部分 可是當供需的利潤歸零的時候 實上可以想想 這個整個世界來講 它會進入很多混亂的情況 這是另外一關話 我們今天還是回覆到 我們今天節目的一個主題 到底你是英雄還是狗熊 說反正就是這樣子 你是渾身是膽 還是渾身是狗膽 就是一種情況 有時候你到底是英雄壯士 還是接下來的一個反差子 事實上這個部分來講 會從哪個部分呢 我覺得今天事實上可以從幾個標準來去看 就是說我們常講說 你人要有自信 但你又不能自負 反正說真的很難抓 舉例來講 為什麼就是說 你人沒有自信 你沒有辦法往前衝 但是你呈現出來的東西 要是你過了人家就會扯後推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常常講 之前我們有講 就是說公司的職位的晉升 晉升加薪來講 事實上今天事實上 大家今天已經開始有一種規定 就是7分是靠實力 努力 3分是靠運氣 而最後那3分才是最關鍵 哪3分 集中1分是什麼 提名 對不對 你要先被提上去 你沒有在那名單上 你不用講 提名之後第二個怎麼樣 要排名 你的順序要在前面 我給你提名 我給你提名 我們這一次 那個名額總共有5個名額 我給你提名 但你的排名是在第6名 5個名額第6名 那意思是什麼 要補1 代表什麼 就是沒上 還沒有公布的時候沒上 所以要提名 3分哪3分 1分是提名 1分是什麼 1分是排名數需要好 另外1分是什麼 最後幾個牽頭的主管要同意 我說實在話 你不要說這很難 很多是怎樣 例如說某些就是想拱他上去 可是怎樣 有一關 或有人不舒服 然後就是什麼 例如上面某些主管 某一階 可能不見得是他對應的 但這種東西就是匯集管道 然後例如有人不舒服 OK好 他為了讓他當你的就把他當掉 有沒有可能 這3分倒是這樣 7分是努力 3分就是3分 這3分關你什麼事沒事 但是這樣 不好意思 這3分只要1分沒過 你這7分再怎麼能力 不好意思 就是不會過 這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你在公司做事低調 事實上就是什麼 避免這3分造成為了困擾 例如提名 那如果在提名的過程中 等一下他又沒有什麼貢獻 對啊 他那個做事怎麼樣 老實講提名的力度就變弱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會願意 提名你只是幫你 但是不可能為了幫你 你要把自己名稱弄差 所以更主管更不舒服 所以提名就會有問題 再來這排名 如果有一支車型的後腿 你的排名就一直被往後拉 一直被往後 就一直往後推 除非你這一次 競賽名的很多 事實上這個真的很難度 會很吃力 真的會很吃力 然後再來是決定 對不對 說實在話 就有點戰戰兢兢 從開始排名出去 就戰戰兢兢 就很怕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對啊 這有時候就是一個 你的一種 有時候說 人的努力 你要有自信 做你的本分 做氣氛給人家看 但你要什麼 要低調 你一定要避免要三分造成過的困擾 對啊 所以有時候晉升這種東西 這就是 有人會覺得說 努力跟得到會得到成果 事實上 在這個整個社會的一個快節奏 跟社會的困難度 事實上很多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極端的 那事實上有些人 事實上各位 事實上在社會發言 有些人就是團體中的攻擊 你說團體賣賣會有嗎 有時候不 你說好比說 說私底下的一些聚會 或什麼東西 是不是也會有一些八卦 八卦來講 他怎樣 他跟他先生怎樣 他跟他太太怎麼樣 他小孩怎樣 有時候在講這個話 事實上有些人 事實上 講是這樣講 這實際上是什麼 也是一種八卦在攻擊的成分 對不對 事實上是沒有錯 之前我們節目有講過 有些人都是藉由去瞭解別人 然後去攻擊羞辱 這種是人在 可是 你說這種人來講 事實上這種人在 這種人在 社會來講 或是在職場來講 會不會馬上被反覆 按照這個社會的情緒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社會本來 就是一種劣幣去除良幣 你如果是一個良情的話 事實上來講 你要不要折磨而棄 這是一個點 對不對 你何必 因為別人的 把座的弄髒 你就要飛走 那島很累 每個地方都要走 你說你有飛走 但你不需要隨時的飛走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一個重點 對 因為還是重點 你今天在這個七不錯 那你又要翻到別人的七來講 你有沒有可能會等一下 在這個移動過程中 反而是受傷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你要有移動的能力 但是不見得要移動 這我們之前節目有提過 事實上 這個 常常講就是說 你要嘛很有自信 你要嘛就是想瞬間 跌落谷底 對不對 你本來就是 你到底是一個很好的 天下無敵 還是跌落谷底 為什麼 我們節目一開始講的 這天下無敵你要有自信 我要有自信 我對我自己有信心 這樣子 但是你不能做人太 做人所是太豐盲 或者說惹人險 那你很容易就跌落谷底 天下無敵是前面的七分 跌落谷底是後面的三分 如果你天下無敵 你後面那三分 你保持一定的一個謙虛跟低調 那三分不要給你加分 那至少給你試試 保留這前面的七分 你不看中我 就說你沒有給我前面這幾分加分 那至少我屁用的事情拿到七分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比較可惜 是在有的人是前面的七分 天下無敵有沒有 然後最後 你就要給他打入谷底 真的是一種很鬧騰的東西 這個是一種比較極端 第二個來講就是什麼 做人為人處事 很多人來講就是為人處事 就是說舉例來講 我們到一個環境 我們要趕快融入這個團體 好像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舉例來講 像如果說進入一個小區 他很想趕快跟這些所謂的鄰居們 大家有關係 就會很熱情 可是一段時間會發現 有沒有 事實上這種熱情 有時候得來是一個 為什麼 因為很大的一個點 就是說我們常常講的 一個小區如果是很正常的話 事實上你不用刻意去教 大家也是等於淡淡的 可是如果一個小區 如果說本來就有點極端 這麼極端 就有很排斷的封閉 我想你刻意跟他打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那個社區已經是一個幾十年的社區 你會發現 會跟你一開始有點熱絡的 事實上有沒有 都是屬於比較顯性的 就是說相對比較隱性的 比較不惹事的相對 不見得會一開始給你的臉色彈 他是淡淡的 所以跟你有時候跟你有相連接 有沒有可能一開始就是 就是屬於比較八卦的 你跟他接近的時候 你有沒有搞不清楚狀況 你的一些好的訊息就講出去 有沒有可能會中一下 有沒有可能 所以等於是說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是這樣 你就做好的本分 你進小區來講 就是維持你的本分 你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擾 垃圾分類你也分好 環境區域如果有公共理應 你就不要去破壞人家公共的規則 該有什麼樣的規則 例如說 東西不要放在公共建築物之類的 如果借用什麼公共器材 按時規限 照規定走 然後 車位的部分 我不要跟你講 他都會有一個規範 你照規範做 把你的氣氛做好 那三分 你如果說人家這時候 不願意太接近你 那你怎麼辦 我就覺得最好的分做到本分 就是說 適度的可以表達你的善意 但是如果人家如果幾次之後 我就覺得有善意有到了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 因為你表達善意 你也知道你在表達善意 但是你不用那麼多次 為什麼 因為你的重點是表達善意 而不是說跟人家打悟人家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但幾次之後 人家覺得你這個人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人家適度就會對你的一種善意會出來 而且是對你隱性的 所謂隱性的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很多人都會說 我到一個社區之後 一段時間我還是打悟人家 當然因為你一開始給你的感覺 就是很鮮明 都實在人家對你會有荒廢之心 你可能會想到說更加熱絡 可是對別人來講那是一種八卦 所以有時候這個就是正常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有一句話就是說 愛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這句話或許有點武斷 可是事實上這句話有幾分的內涵在裡面 的確 的確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太嚼舌根的人 你說這個人老實講 所以有時候可能不是那麼武斷 但是有時候事實上就是還是有幾分的一個 意義的含義在裡面 因為人跟人的確都是有一種 都那種成分 對啊 事實上有時候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說 他就是一個很正常 他想保護自己 當然想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往往就是怎樣 感覺就很奇怪 就是不負天下人 天下人負你那種感覺 就是說 你就明明是沒有得罪人 可是為什麼得罪人 一出門就全部拿著一支槍 然後敵著你 或許是你自己的心情作用 但是事實上有沒有 這個社會來講 的確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這就是跟人家打交道 這跟人家打交道沒有辦法 這是跟人家打交道 你如果不跟人家打交道來講 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事實上在這社會來講 應該說你有能力跟人家打交道 但你不願意跟人家打交道 這是可以的 但你不要說你沒有人 跟人家打交道 你不要跟人家打交道 就麻煩 就像常常講就是這樣 所以包含 就是有時候對小朋友 對家長的一些屬性也是一樣 對有些家長就是 坎坎而談 那當然是ok 沒有人的個性 可是事實上老實講 就是有時候 我們也常看到就是說 家長本身的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點 就是說小朋友可能沒有什麼太好 那現在家長可能就會變成是 可能就變得比較招咬 就會變成是 就是本來家長是好意 結果後來怎樣 變成是家長過於招咬之後 可能家長的名聲音響到小孩 我覺得這樣有時候是好嗎 我覺得有時候是未必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就是說還是要看你原本的一種 一開始的用意是什麼 你一開始如果說本來是這好意 結果後來把事情給好心辦壞事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會有點可惜 尤其是在那種幫助別人的方面 有人會覺得說我幫你了 就好舉例來講 舉例我最想看到這個情況 例如有一個人在那邊弄東西 假設一個自治廠的人在那邊弄 搞定一個機台搞不定 然後周圍的人就走來 你應該這麼做 你應該這麼做 他事實上不見得是比這個在用的人熟 但是他是覺得說他這個方法 這時候他會覺得是錯的 以他的經驗他可能覺得是對的 他給了一些建議 這時候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 他像救世主一樣給他一些建議 但是事實上對這個聽的人來講 他有可能他講的是對 但是對聽的人來講說 因為這個東西是他末對久 所以他知道應該是這麼做 哪怕你講的是有道理 可是事實上如果這麼 照理的話是做 他的東西等於要全弄 會不會演出其他的問題 你來講你講了一些建議之後 老實講你走 如果到時候問題全弄 到時候假設說弄壞了 他還要再回覆 所以等於是救世主 可是事實上對聽的人來講 他會覺得說 好啦我照你的話做 結果後來弄錯了 你走了 但是他就後面那個 在原本在執行那個 他就在罵你 你現在心中的分量就跌落鼓底 為什麼 你是好心 可是變成是搬壞事 可是事實上如果現在有的人 就很委婉 我講了 我只給你一個建議 我不見得這麼做 你要不要做學 那一樣同樣的情形 但是你可能就沒有那麼反感 為什麼 那一樣就是說 那不就是同樣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 是表達或在陳述上 會有不一樣的確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說 他我們講的氣氛三分 這一樣的道理 就是你氣氛 跟你做事正常沒有問題 可是三分的東西來講 有的人是誰 有的人就是 舉例 有人就舉例來講 就是說 晉升了 你這一次晉升者 有你也恭喜你 廢話我那麼努力 對不對 應該給我的 對不對 真是做成這樣 做不用做 別人也會沒有說什麼 但是事實上 如果換成一個說法就是說 好就這樣拜過 看有沒有反應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你這樣太虛偽了 可是事實上有時候 你會發現 這整個一個大環境或大辦公司 或大公司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看 舉例來講 每次一晉升 一公布名單 放布的時候 有沒有 事實上大部分人都是點點 都是靜靜的 對不對 那的確最好是開心在心裡 我就 開趴 對不對 你會有時候會發現 有沒有 開趴 有沒有 有時候反而 有的人就會說 那反而就是怎樣 那種 行於色的 反而不要輕易行於色 是有點那種情況 就是說 有些作為 造成你的困擾就是少做 可是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 這社會就會變成有一個虛假 就沒有那種真誠 對沒有錯 事實上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社會來講 真誠已經越來越那個 以前很多人說 互聯網哪個人這樣 為什麼你這麼做 為什麼我這麼白爛 因為我就是真誠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一段時間就在幾年前 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 大家會覺得這個很有趣 可是現在大家這個白爛 大家都知道那是誰的 為什麼 因為他也知道 他做這個白爛 他是有規劃 有劇情的一個情況 就這種真誠已經又更少了 我相信就跟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一開始那個詐騙 為什麼大家會被騙 因為他太相信 到現在打電話 大家會喜歡 不會行 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假的 就不管真假大家都覺得是假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明顯的一個反差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明顯的一個 反反差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 然後這個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明顯的 反差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點 應該怎麼說 就是一個 一個可能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可能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今天來講就是說 你到底是天下無敵還是地下無敵 這個事實上有很多層面 第一個可能是一種執行 你的心態面 第二個來講可能是一個 人家看你的一個成就面 對 你會覺得說我是什麼歌 甚至於有職場人家說 什麼歌 什麼歌 事實上有時候為什麼叫什麼歌 因為說實在話的就是 對 有時候這種歌 如果你伴隨著是一種 你有近身加薪的這種 還OK 什麼歌 是一個空喊話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 只是轉換人家的語言 就是說 因為你是因為沒有聲上去的什麼歌 正常就是說 你跟你同等級的 可能都是一個 可能都是管理界 但你如果沒有 那你這時候你會覺得 這個人家喊你什麼歌 有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 不一定 這是取決於個人 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還是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說 人跟人的相處 就舉例 我們常常講 有時候人家說 你如果又下天下無敵 你如果人家就看不起你 有時候這種反差 可能是瞬間的 一瞬間 就是說 我覺得還是那句話 還是自己 得去堅強的去承受那一塊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核心的一個點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說 就是說 你要靠外面這個世界有沒有 得一種正義良俗 良俗 或所謂的道義 或所謂的一種道德 去約束人的內心 這種時代我覺得已經過去了 比較少了 我目前有些家庭的文化教育還不錯 或許這還會有 可是在整個社會的大欄幹來講 這個會 你不要看有些二十幾歲的人 二三十都有 就是說就會發現 有時候幾乎是 你可以看到 二十出頭的人 那種老化成果 跟七十出頭的人 老化成果 那兩個時代 差五十歲的 差五個時代 你可以感覺到 所以你可以發現 社會這種腐化的程度 越來越快 對啊 那你爸爸就是 像很多現在小孩在 看那些自媒體 不管是看HQ抖音或YouTube 你會發現會short的一個情況 你會發現有時候他們在看的東西 就前面眼睛 事實上你會發現這種東西 你事實上如果說 你以一個成人在旁邊瞭解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在長期這種轟炸來講 他們的最後的那種思維 你覺得是會更健康還是屬於更 對啊 就是更 就是 有點可惜 就有點類似說 他今天拿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儀器 而他卻只能拿 很複雜的運算 他卻只能拿來當機轉機的一個機轉功能而已 就是說 儀器本身的本質還在 但是怎樣 很使用 或者發揮的能力已經有限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 比較一種可惜的地方 對 我覺得這個可惜 我覺得這個也是在一個科技浪潮中 影響到一個情況 這個面也比較廣 我們今天沒有提到這一塊 那我們所以只是在 拉回來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 一個結論就是說 事實上 不管是天下無敵還是跌落過 事實上 維持一個好的中央之道 我覺得這個或許真是一個比較中央 維持一個好的中和平均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 比較 對自己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每個人還是得繼續找出自己屬於自己的一個最佳的解決 或是最佳的一個在自己的社會中運氣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可能才是對自己比較好的一個部分 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Bye